這次的改版有個BUG絕對做壞了 你知道能買第七件裝備在身上嗎 你不管看到誰喔 薩尼也是直接把他輕鬆的給秒殺 把裝備買滿後期的薩尼 兩下就直接讓他回溫泉塔 就是這麼強 跟這次改版的破證戰矛 有個超嚴重的BUG 我身上帶的破證戰矛 竟然沒有物理穿透 但是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各位當我身上15級的時候 把破證戰矛這個東西賣掉的時候 我竟然有254的物理穿透 具體怎麼用呢 把你的最後一件裝備 設成破證戰矛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我還沒買之前 64的物理穿透 在我買了破證戰矛 還是64的物理穿透 我把破證戰矛賣了 神奇的事情發生 254的物理穿透 也就是說呢 最後一件裝備 買完破證戰矛瞬間賣掉 你可以換成王者之劍 或是涅槃之刃 在這個版本你看誰都能秒殺 在這一場我遇到一個超ㄎㄧㄤ的隊友 800英尺 500英尺降落 降落 我遇到了九天玄女啊 當所有隊友都在學技能的時候 這個來說 讚嘆九天玄女 這一場真的超級ㄎㄧㄤ的 我好愛這些隊友喔 今天呢我們就要來 實戰傳說對決的 第七件裝備的一個神奇的BUG 而幾乎所有的物理英雄 都能適用喔 你只要把最後一件裝備 換成破證戰矛 最後賣出之後 只能再設定你想要的裝備就可以了喔 不過這個版本 大家都說勇做壞了 沒有錯 誠心的崛起 再加上這個第七件裝備的BUG 讓勇在後期看誰都是秒殺的 那這個BUG呢 是我在洋哥的粉專看到的喔 如果你有看過網球網址的話 你一定知道前學長 沒有錯 洋哥就是傳說對決的前學長 他的粉專有非常專業的一些改版分析資訊 以及他對遊戲改版的見解 每次吃飯的時候 我都會看他的頻道在那邊可可笑 哈哈哈哈 好啦 大家可以去訂閱一下洋哥喔 我蠻喜歡他的頻道的 好啦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用的是 勇的全新裝備成星 再配合這個第七件裝備神奇的BUG 喂 薯餅 喂喂喂喂 你要把 各位剛剛發生一件神奇的事情喔 就是我家的貓喔 我在喝水 因為我的喝水放在我的 截取盒旁邊 他差點把水打翻 在我的截取盒上面 我差點毀了 今天影片差點上不了了 各位 今天這場呢 是一個勇的實戰體驗 而我出的這一套裝備 是我認為在這個版本 不管殺誰都能秒殺的裝備 你可以看到在聖劍之後 我直接出了成星 超級好用的 那為什麼我在倒數第二件裝備 直接出龍骨劍呢 因為在這個版本 你只要能夠把前排的戰士給秒殺 後排光靠著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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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大棒棒 那個長得像白玉米損的 欸 叫什麼 破陣戰矛的 神奇BUG 你看到誰都是直接輕鬆的秒殺 我有測試過 就是在最後一件裝備 如果你加入四血弓的話 打坦克會沒有什麼效果 我覺得最棒的裝備是王者之劍 但是如果 對 我的隊友在讚嘆九天玄女 我的隊友真的超級ㄎㄧㄤ的 剛剛講到哪裡 就是最後一件裝備 到底要加什麼裝備喔 我有試過 我建議是出復活甲會比較好用 因為勇的唯一弱點就是 沒有位移技能 所以如果你沒有超強的隊友 保護你的話 你就只能農到大後期 那為什麼這個版本的勇這麼強呢 是目前傳說對決的節奏 很容易到大後期 所以勇這隻英雄 現在非常的吃香喔 因為不知道這個BUG 目前可以存在多久 所以我只能說要完成現在喔 體驗極致的秒殺傷害 就靠這一波了 各位 好了這裡呢 我們就直接輕輕鬆鬆的 賺了一個助攻 莫名其妙 勇就是這麼好玩喔 那為什麼要說破陣戰矛 一定要留在最後一件初呢 如果你在15級以前出的話 你所獲得的賣掉的物理穿透 只會有該等級的物理穿透 要到達15級的時候 把你的破陣戰矛賣掉 才會有15級的物理穿透喔 因為破陣戰矛的物理穿透 是隨著等級提升 哇 這個藍的 他的特效也太搶眼了吧 真的給全場一個爆米花 好 射一個被動技能 看一下草叢有沒有人喔 喔 有個機躲在草叢裡面喔 那我們就跟著隊友一起推進吧 勇還是需要隊友啦 那如果你們是雙排的話 你們可以輪流玩喔 一個人負責玩提米 一個人負責玩勇 對勇的最佳挑戰者技能 我是建議帶煉金 獲釋神聖守護 因為沒人保的勇 超容易直接被秒殺 這場我超級怕 對面的悟空 喔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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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被他敲回動物園了啦 阿九天玄女 我就直接跟他來個呼應 我一直訂姐妹 哈哈哈哈 你知道玩傳說對決啊 從來都不是這些勝負 會影響你的心情 是遇到那種超好笑的隊友 我超喜歡這些很K的隊友 不過我覺得台服 大家都很害羞喔 我在玩泰國伺服器的時候 大家都喜歡開麥克風在那邊 叫來叫去 雖然我也聽不懂 他們在說什麼東西喔 就是泰文我也不是很了解 像泰國人都會說 啊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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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也會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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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他們 然後他們就會一直笑我 哈哈哈哈 這時候玩傳說對決 覺得最有趣的地方 不要把勝負 看得這麼重 因為我們目前是在玩遊戲嘛 把勝負看這麼重 有什麼地方要看得很重 你的考試 高中升大學 或是你大學要讀研究所 那種勝負 才是你該看重的地方 玩遊戲就是要開心生活嘛 就是要開心喔 我們就跟著菲尼克 悟空直接過來喔 我們直接把你的插牙籤 我是玉皇大帝指定射手喔 把你射回溫泉塔去 在悟空被擊殺掉之後呢 我沒有害怕的英雄 喔來來來隨便過來喔 這個鳥鳥 哇 我的九天旋女兄妹 直接被擊殺掉了 和平啊各位 在草親你們吃爆米花喔 而且我今天看新聞 就是RMPO影片的 那個九天旋女的地址 沒想到真的有這個地方欸 而且是一間當鋪 我的天啊 真的太鬧了吧 你看我們的藍 800英尺 500英尺 啊你都還沒復活 你要降落什麼東西啦 好 降落 降落 降落在哪裡 是薩迦讓全部人都直接 降落了吧 喔 我們的九天旋女復活囉 我們期待他的表現 而且他還蠻神的嘛 剛改版就打上S牌 也打得太快了吧 好 再把凱撒擊殺掉招 啊 完了 這什麼鳥鳥啊 直接躲不了欸 哇 會玩的薩迦 真的太可怕 好 九天旋女跟九天王子 直接一個正面硬剛喔 誰會贏 哇 九天旋女獲勝 丟了最後的爆米花喔 我不知道是不是加拿大了 不過超級好用的 如果你是屬於玩一些物理英雄的話 你要檢查一下喔 如果你前期有出破證戰錄的話 你要看一下你買的破證戰錄 在前期有沒有增加你的物理穿透 如果沒有的話 你等於說你拿一把啊 不知道什麼道具在身上而已 把這個鳥鳥給擊落 嗚~~~ 好刺激喔 這一次的傳說對決的大改版 其實有非常多的BUG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喔 就是你們在退出遊戲 在進入房間等待大家的時候 你們的房間會天搖地動 非常的LAG 而且是LAG到動不了的那一種 至少要5秒才會回復喔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遇到這種狀況喔 還有很多人私信我粉絲說 BBCC為什麼改版之後 我的英雄變成了木頭人 變成了牙籤人喔 這是一個傳說對決改版的 因為你還沒下載完模組 所以官方為了讓你能夠 快速的進行遊戲 讓你會有個牙籤人的效果喔 那這個牙籤人呢 等你下載完模組就會直接消失 不過我還覺得超級可愛 我在網路上我看到別人用 牙籤人的那是誰 卡莉在那邊射大絕招 超級鬧的 喔 我現在傷害已經夠了喔 誰敢過來喔 我看他都是插標賣手 直接過來啊 鳥鳥 嗚呼呼 撿到了一顆頭 就是這麼的輕輕鬆鬆喔 其實勇也是有勇好玩的地方 就是你一直可以射你的二技能 然後再靠著煉金去賺錢 啊 喔 不要啊 哇 這個猴子 從頭到尾都針對我欸 好 那佛洛洛也被秒殺掉之後呢 啊 我們就有最後一件裝備 直接出涅槃之刃喔 那我打開面板給你看 254的物理穿透 代表我有吸收掉 破陣戰矛的這個能力 那我們就直接跟著隊友一起推進去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掰掰囉 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 就算了 跟著隊友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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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